对,耶! 也都亲自出席开馆记者会 市长林嘉隆表示 花博有三大展区 希望将企业的力量带进花博会场 凸显台中市的AI机械跟科技形象 我们也觉得这样一个在地的产业 结合我们花博 把我们的台湾最强的国力 也可以呈现给全世界 欢迎大家来 这个铁树开花 以前是好几十年才跟他来一次 现在是你每一天来 都可以看到铁树开花 这次的花博厚礼马场森林园区 有探索世界、旌旗乐园 跟旗幻花园三大主题馆 台中金基在旗幻森林乐园中 以机械打造成树状结构 而且还能让66颗铁树开花 代表台中金基已经迈向66周年 館内还有投影互动游戏 营造环保跟亲子同乐的氛围 能够让全城全世界各地的 这个参观的人士 来了解我们台湾 台中智慧机械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状况 因为事实上整个智慧机械 发展到现在 已经能够跟AI跟VR 它的软硬体所有的都结合在一起 在上午的这场记者会中 台中厚礼的郑龙职场 也推出了森龙活虎馆 郑龙职场表示 这次用2500多支环保职馆 花费8个月的时间 打造全长15公尺 高9.5公尺的 纸材装置艺术馆 台中市政府强调 台中花博马上就要开幕了 除了要展现美丽动人的 花艺特色之外 希望大家以实际的行动 守护台湾原生物种 落实绿色环保 跟大自然永续的观念 一起爱台中 爱台湾 爱地球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杨静 台中报导 温色 冰 标题 有 冰 冰